早安英文的尼奥 早安英文的卡拉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早安英文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卡拉今年是你这个本命年是吧 对啊12岁 哎呀反应有点快啊少女 那是接梗接的还好溜 今天这个12年一度的这个鸡年啊 机会十分的难得 没错 所以呢抓住这个12年一度的机会呢 要和大家聊一些和鸡有关的英文 哎卡拉老师新的一年让我先来卖弄一个 你觉得怎么样 嗯既然主动承认是卖弄那就准了 得嘞 你看这个我们要吃年月饭对吧 是吧 年月饭得有鸡腿是吧 嗯说到这个鸡腿啊 基本上是一个家里面荣宠的象征 嗯因为鸡腿呢个数比较少啊 一般就是小朋友啊或者是老人家才能够吃 哎你知道这个鸡腿的英文怎么讲吗 卡拉 好吧就卖你一个面子新年嘛 鸡腿 哎呀卡拉老师故意说错 给我了一个机会 语有人容颜 当然可能不止一个人说错啊 那鸡腿啊更标准的说法不是chicken leg 而是jump stick 是的为什么呢 drum是鼓打鼓的鼓 然后呢这个drum stick 其实它是这个鼓锤 大家想想鸡腿的形状是不是和鼓锤很像呢 所以呢鸡腿我们讲的是drum stick 对的东斯达斯的jump stick so jump sticks are the kids' favorite 鸡腿啊是小朋友们的真爱 哎呀当然啦 这个12岁啊是开玩笑的 哎呀你不要这么认真解释 who cares 所以呢 I can say I'm not a spring chicken anymore 大家都知道啊 美国人对于这个年龄的这个事情是比较敏感 而且全世界的姑娘都比较敏感 对吧 你看像卡拉老师这么坦荡 直接报数字 每次报出来的数字都不一样的人 还是挺少的 其实 每次报出来的数字从12到18不等 所以啊就是外国人就会把一些词汇啊 或者是俗语啊来形容一个这个大概的这个年纪 比如说刚才卡拉讲到这个spring chicken 你看它的字面意思春天的鸡童子鸡 所以呢一般我们把它翻译成小孩子 或者呢 黄毛小子 或者黄毛丫头 就是那种妙龄啊 花季少女 So sad I'm not a spring chicken anymore 嗯 这句话可以表示呢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或者呢 男生说就说 我已经不是一个黄毛小子了 女生说就说 我不是黄毛丫头了 哎这个本命年啊卡拉你要准备做一点不一样的这个事情吗 嗯 想要尝试点什么挑战勇气的事情吧 从来都不敢做的 比如说看鬼片啊 哦 我以为你要给我打一条金项链呢 你知道吗 就石金重的那种 好 当然听 听过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都应该知道啊 卡拉胆子呢 有点小 哎 别说这个鬼片了 就是电影里面有一点点这个雪丝 哎呀 都见不得啊 A little chicken hurts it 嗯 这个不能算胆小软弱吧 就是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啦 哎 好 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卡拉每次用来解释自己 见不得雪丝的 chicken hurts it的借口 拜托 那还有男生怕蟑螂呢 这个不能算 不能算胆小 OK Well we are in a chicken and egg situation right now 嗯 那就搁置咯 给大家讲英语吧 那刚刚你有说了这个 chicken and egg situation 指的是那种争论不休的 英国难辨的 难分先后的这种类似的情况 哎 就是像这个chicken and egg 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卡拉你觉得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我觉得 well I think it's a chicken and egg situation 冰雪聪明就是你 其实刚刚讲的那几个感觉都还是有点依据 有点道理的 哎 没错 比如说你看这个鸡腿 jump steak和这个骨锤就很像 对吧 那这个chicken hearted鸡的鸡 对不对 很小 所以呢胆子小 感觉也是有点根据的 对 老板来一手鸡心 差不多就是这种吧 好 接下来呢 要给大家讲一个意外一点点的 反正今天就是强行要聊鸡 嗯 聊鸡好 然后我们中文里面有一个说法 叫做眉头苍蝇 对吧 像个眉头苍蝇似的乱状 卡拉经常早上来就是这样 好烦 但是呢 英文当中啊 说的却不是无头苍蝇 而是无头鸡 哦 讲得那么精神 是真的 like a headless chicken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啊 这里有一个A 但是为什么又是一个chicken 又是一个负数呢 又单又负 没有问题 卡拉来讲一下 没有为什么 就是这么强势 这是固定搭配 好吧 好 我们平时啊 讲这个 用蛮力啊 不如用巧力 做事情的时候呢 不要像一个眉头苍蝇的一样 力气 要用对地方 Instead of running around like a headless chicken use your efforts in a more productive way 卡拉正经起来真的比较美 好了 今天的这个鸡啊 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怎么你说起来就那么不好听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啊 No.1 Drumsticks are the kids' favorite 鸡腿是小朋友的最爱 No.2 I'm not a spring chicken anymore 我不再是小孩子了 No.3 Chicken hearted 胆小的 软弱的 No.4 We are in a chicken and egg situation 我们现在正论的问题啊 就好像是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 No.5 Instead of running around like a headless chicken use your efforts in a more productive way 不要像一只眉头苍蝇一样 懂一头吸一头的 力气要用对地方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Neal 我是卡拉 给大家朗读一下 有一个热心观众对我的评价啊 他怎么说呢 他说只有我感觉 尼奥老师像我高三英语卷上的听力吗 朋友你是哪个地方哪个学校的 你一定是买了假自带 哎呀这个是 盗版啊 嫉妒嫉妒嫉妒 哎呀好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